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志玉文老师 今天我们所要上的内容是 数位逻辑课程下面 布林怠数化简单元里面的标准迹象与标准合相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讲授 第一个部分是标准迹象 第二个部分是标准合相 第三个部分是最大相与最小相的比较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part b 标准迹象与标准合相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标准迹象 标准迹象 n个变数呢它会有2的n次方总结合的相 如果每一项均含有全部的变数 而且以and的运算来表示 我们就把这样的式子称为标准迹象 或者是最小相 所以标准迹象来看 假设我们以三个变数来看 第一个a bar b bar c 在这个式子里面呢 因为它是三变数的 所以这一项里面同时含有 同时含有abc三个变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把它称为叫做标准迹象 第二个也是a bar b bar c 这个也是标准迹象 下一个a bar b c bar 这个也是 以此类推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四个 第一个 第一个像是只有a bar 那因为它的变数有三个 它少了b跟c的变数 所以我们把a bar 不能把它称为叫做标准迹象 那第二个呢 a bar c 它少了一个b的变数 所以这一项我们也不能把它称为叫做标准迹象 下面一个b c bar 它少了一个a的变数 所以它也不能算是标准迹象 最后一个c 它少了a跟b的变数 所以它也不能称为标准迹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个变数 以第一个来看 a bar b bar c bar 它同时包含了四个变数 所以它是一个四个变数的标准迹象 下一个a bar b bar c bar珠 它同时也包含了四个变数 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为说它是一个四个变数的标准迹象 以此类推 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个小范例 第一个a bar c珠 因为它是定义成四个变数的迹象 那它少了一个 它少了b的变数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把它称为叫做标准迹象 下面一个a bar b bar c 它少了珠的变数 所以这个也不能把它称为叫做标准迹象 下面一个a b c bar 它也少了一个变数珠 所以它也不能把它称为叫做标准迹象 最后一个 它只有一个珠 它少了a b c三个变数 所以它也不能算是标准迹象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标准何项 所谓标准何项根据定义 它说n个变数有2的n次方个结合的项 如果每一项均含有全部的变数 而且以or运算来表示 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标准何项 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最大项 所以标准何项 如果我们用三个变数来看 首先先看到 a bar or b bar or c bar 因为是三个变数 它同时含有三个变数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标准何项 下一个例子 a bar or b bar or c 它也同时含有三个变数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做标准何项 以此类推 那看下面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a bar or b 因为它少了一个c的变数 所以它也不能算是标准何项 所以它也不能算是标准何项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a or b bar or c or 珠 虽然它包含了四个变数 但是因为它前面 前面是a or b有一个大bar 这样的形式我们也不能把它称之为标准何项 标准何项必须是四个变数都独立 而且以or来串结起来才能算是标准何项 所以第一个不能算是标准何项 第二个呢 a bar or b bar or c 它少了一个珠的变数 所以它也不能算是标准何项 下一个例子 a or b or c bar 它也少了一个珠的变数 所以它也不能算是标准何项 接下来第三个部分 我们谈到最大项与最小项的比较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对照表 在最左边的地方 是一个十进制的数值 从0 1 2 3 4 5 6 7 一共八个符号 那中间这个部分呢 是它的变数名称是abc 分别代表三个变数 那如果我们把它排列出来的话 就是0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跟111 一共也是八个 那如果我们把它对应到最小项来看的话 那三个变数的顺序是abc 所以它第一项就是a bar b bar c bar 那第二项就是a bar b bar c 以此类推 所以也就是说 左边绿色的那个里面是0的 我就要把变数名称加上一个bar 如果左边的是1的话呢 变数名称头顶上就不用加bar 以此类推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大项 最大项的话它刚好反过来 第一个000的部分它得到a or b or c 所以也就是说左边是0的 它的头顶上不能加bar 我们看下一个001它对应到的是a or b or c bar 再来看一个010它对应到的是a or b bar or c 以此类推 接下来我们看最小项 我们也要把最小项写成小写的m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把它称为叫m0 第二个我们就把它称为叫m1 以此类推 那最大项呢 我们也可以用大写的m来表示 所以第一项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大写的m0 第二项就是大写的m1 以此类推 听完刚才的学习 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标准迹象 我们讲过什么叫做标准迹象 它的定义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看标准和项 跟标准和项的定义 只要有加标准两个字 一定都是变数要填满 不管是基项还是和项都一样 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 所谓的最大项跟最小项的比较 最大项就是和项 最小项就是基项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收读